是吧 你看这样教孩子不是很简单吗 很健康吗 很省钱吗 为什么要让他耍 所以你们大概没有了啦 多大了 如果有的话 那么送到我这来啊 保证保证满意 还有现在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现在的医生好像医德 有待 父母说孩子过冬 但就给他看他就开药 他不管真过冬不过冬 现在人有一点忘掉 这个生存的空间很窄 三十平五十平 都市里头三十平就很大的啦 能处到五十平的人 根本觉得已经是豪宅了 那不敢准备还是豪宅啊 同音不同字 如果这个人生命力 体力强一点 多动一下的话呢 就叫勾动 没想到说他是体力 生命力比较强 你应该让他引导他 让他去运导 让他去锻炼他的身体 让他更健康 不是 就够动 带去给医生干 就开药就需要 所以我在这个生活体验里头 常常有这种孩子来 来的话 药都带来 那父母 父亲 母亲都跟我们讲 我们要够动 药带来了 我们帮你这边 每天固定一定要给他吃 什么怎么样 我这个人是常常很不客气的 我说对不起 来这里听我的 好 医生说过动开药 我不以为了 那么我要自己亲眼目睹 结果呢 六公里跑回来的时候 到我们佛堂练经就已经瘫掉了 还过动 还过动 动到哪去啊 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小学五六年纪吧 来哥 我超厉害的 我跑起来怎么快 结果说好啊 走啊 早上一去 我们孩子一冲出去 一跑的时候呢 他跑不到一公里 去喘罗里 就停下来了 我说你不是超厉害的吗 你看我们那个不厉害的 都在那边 你还在这里啊 又做了一个很动人的表情 我已经尽力了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父母在看见孩子 就认识常常错误 那常常有人要来问我说你这边有什么课程 我说对不起没有课程 完全按照我们的生活模式 九点睡觉 四点半起床 我们上课是四点五十分 夏日提早 其实也不是我提早 是我们小朋友 不像什么原因 大概早上起来跑很快很爽的样子 很过瘾了 所以慢慢慢慢变成四点半就起来了 四点五十分是起床的时间 结果他们就给我挤饿好了 挤饿好了以后就跑嘛 他们来以后就这样子 跟着四点半就起来 哇一样的 准处是挤饿好 就去跑 就这样子 就是我们那种规律的生活 回来以后到我们佛堂 我们小朋友 他们不用在那边观察就好了 我们就是 最我们是五十五分出去嘛 最晚的话四十五分要回来 四十五分回来的话 五十五分到六点还有十五分钟 这十五分钟 要把我们全部的佛堂的清洁 楼上楼下的 还有那个桌椅 那个供桌等等 统统要整个的差不多 确确实实的差不多 十五分钟 那完了以后呢 我们小孩子要双盘练经 很准时 十五分钟一定做完了 双盘练经 练经大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那练完了以后就做室外清洁 我们整个的室内外的清洁 都是我们小孩子做的 所以这个六点二十分完了以后 六点到六点四十分做室外清洁 最后清洁完了以后 六点四分钟就吃早餐 早餐到 早餐 然后大概四十分钟 那有人通通要吃完 偶尔啊 比如说五十分钟 一定的 绝对在五十分钟 绝对在五十分钟的吃完 出完了以后 这个到中午十二点吃饭 这个时间 我都是说放牛吃草 你们这地方草地很多 把这些孩子啊 放他们去吃草啊 到爬市可以 骑脚踏车可以 玩沙可以 那么打篮球什么都可以 所以他们自己去发挥 自己去交朋友 然后到十二点就出车 十二点到等于是一点 算他一点好 这个时间是午餐时间 那一点到四点半 做室外清洁 玩 比如说放牛吃草 四点半到五点到室外清洁 要做好 四点五点二十就吃晚餐 准时 然后五点二十到七点半 这段时间要吃晚餐 洗碗外做室内清洁 洗澡洗衣服 到七点半 那七点半到九点半 九点五 这段时间 有工作做工货 工作做完了看书看电视 什么都可以 我们就是这样 我说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要求的 他会用不可 他不要求了一大堆 他说孩子来到这里的话 觉得都很不错 机油一定准时 安静的时候一定安静 今天这个中午那个时候 那个海电零口发电厂 他邀请我们孩子去参观和融化电 跟水粒发电 这一堆水粒发电厂的时候 那么回来他们又请吃饭 等等 他跟我讲他们很惭愧 吃饭的时候 他们这个大人 没有我们小孩子的安静 我们吃饭已经要求安静 不要好像吵架也有点安静 吃饭在火堂要安静 吃饭也要安静 图书室也要安静 那么起诉不如太吵 那其他大概也很少要求 要他做的就是非做不可 我们就这样很简单的这些 这样的管理的话 很好啊 时间到吃饭他们出去 而且喔 今天晚上你们就知道 在这里吃饭 我们是音乐停就喊口令了 音乐停就喊口令了 会吃到孩子几少 对啊 所以他养着这个很好的 手时间的喜欢 就这样子 我们生活就这样子 很简单 很好带 到孩子搬过去 所以没有所谓的个别差异 几少 而且喔 你让孩子喔 这个他们 那个 那个 这样去 生活在一起喔 他们自己会调整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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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人也不要 参与太多 不要 吵架 你不要马上走过去喔 打架马上走过去 要跟他处理等等的 不会 只不过真的他来找你 他在我这边喔 不当然敢找我 因为问清楚以后 欺悟人的会被修理 这样才公平吧 我们现在莫名其妙的规定 打人的骂人的都不可以出行 被骂的被打的火 我不晓得这个是哪一门子的教育 好 杀死人类OK喔 被杀死的火 杀死人不可以判死刑 不可以执刑 是吧 那不在维护 什么 人权喔 我在监狱 当荣誉教会师 当了十八年 我这个 好怕啦 大学教授不当 跑到前一里头去当 去教那个 会辞掉 当那边 那种很不以为然喔 很多人在为监狱的受刑人 争人群 那个人群 没有一个人跳出来喔 为受害人争人群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为那个受害人争人群 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 没有 对啊 我说不真的不晓得什么 专家时代的 专家的时代 专家的时代 理由一大堆 不能处刑 现在圣诊 又有人跟他挑战啦 因为反正不会判处行嘛 所以他就可以打死人嘛 对啊 对啊 嗯 你能够 对啊 感谢观看